另外马总统不是到巴巴风灾的这个灾区 去看永久屋的落成吗 还说哇好像桃花园一般 搞了半天 都是gay 原来呢这一切都是演出来的 家具也是临时搬进去的 然后呢等到马总统走了以后呢 现场就没有再用了 就连灾民也是个临时演员 那么假装回到那边去住 好到底真实情况如何 来看我们的特别报道 有这样必须要来骗大众吗 8月15号的时候 马英九总统南下屏东 去参加泰武乡永久屋的入住典礼 当时呢他还头戴了这个花罐 引用桃渊敏的诗句桃花园 来赞美巴巴重建区的环境 结果是隔三天 当地的居民出来踢爆了 说这样的永久屋入住仪式 根本就是在演戏 所以为了总统要来视察 巴巴风灾重建委员会 就赶快紧急布置了一个永久屋 那么红十字会呢 也特地呢好来帮忙啊 就在里头呢放了电冰箱啊 电视机等等的家具 然后呢总统才刚刚离开 这个永久屋呢就关起来咯 根本没有人住进去 难道一切都是gay吗 来看三列新闻的冬家报道 桃渊敏在桃花园记里面写的句子 千迈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习如外人 永久屋终于立出 马总统兴致一来 当场迎师作对 但兵主静欢的场面 不过才隔三天 重回现场一看 哇 空空如也 三天前 马总统大方称赞 探武厢永久屋是世外桃花园 但现在被打回原形 永久屋根本还没完工 回顾8月15号 屏东太武乡永久屋入住典礼 马总统亲自登门拜访 仔细看一行人 走过漂亮整齐的院子 踩过绿油油的草皮 还穿过几棵刚种下去的小树木 没想到总统前脚才刚走 永久屋立刻大门伸锁 说好的庭园造景呢 草皮被挖起来 砖块土石堆成了一座小山 紧迫然后上级长官的指示 然后我们必须做部分的先 有部分啊 就是部分几户我们先安排 然后现在先赶工给他 就为了总统来视察 八八风灾重建委员会 要求施工单位紧急布置了一个永久屋 入住仪式办到了 媒体效果也有了 但关心灾民生活 却延荡了工程进度 重建成果发表会 原来都是梦一场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真的是梦